你好 我是谭新浩 欢迎收看KinneyTV快报 星期天在行动党中委选举中出局的潘检伟今天凌晨发出文告 宣布不希望受委进入中委 因为行动党虽然这次把选举中委的命额从20个增加到30个 但是以他在行动党内线有的地位他却依旧没有中选 这显示党代表明确的拒绝他 因此如果他还通过受委的方式进入中委将会违背党代表的意愿 他的文告说他在过去15年离开企业界 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对于有机会将全球最大的盗贼统治拉下台感到非常光荣 他也非常感谢党总部宣传部的员工 共同和他制作出许多效果良好的竞选产品 他也感谢林冠宁出任财长期间委任他担任政治秘书 他对自己的贡献感到非常自豪 包括在15年间成功吸引到许多有理想有才干的年轻人 加入行动党 他说也许是他太热衷于提高待遇式的水平 让他无意间得罪了党内的代表 尤其是在水州 所以才会让他在2018年的党选中落败 无论如何 他不后悔自己给年轻后辈更多的机会 他也呼吁全体党员和支持者全力支持陆兆福这名新任党秘书 他有信心陆兆福可以带领行动党 重夺政府内的地位 他将全力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协助陆兆福攻打下一届大选 他说虽然他没有期望自己在这次党选中取得很高的票数 但也没有料到自己会在扩大的中委中落败 他肯定觉得失望 但是也接受党代表的决定 他无怨无悔 因为他已经在过去15年内全力以赴 就算今天的结果不如人意 再回头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做法 刚刚在昨天的党选中宣布自己从政坛退休的行动党资政林吉祥 今天在出席国会会议前确诊冠病 不过他的症状轻微 只有咳嗽以及喉咙痛 林吉祥在昨天的党代表大会上宣布退休 以及不再竞选任何的选举之后 多名党领袖上前和他拥抱 感谢他为行动党付出的一切 继行动党昨天举办党选之后 公正党也将会在5月13到18号举办党选 如意外这次的选举将会在全国大选拳举办 该党总秘书赛夫丁星期天晚间出席 丹荣家弄的一场党活动时就解释 虽然很多人担心大选前举办党选将会导致党内分裂 不过这场选举无法避免 因为公正党经历洗来灯后 中央人才中空 安华一个人难以工作 因此需要补充心血 来领导党前进 Motokah patut bergerak dengan 8 selender bergerak dengan 4 boleh pacu laju tak? engine panas lama-lama kondam kemudian kita kata Dato' Sri tunjuklah kepimpinan yang berwibawa bawa parti di tengah masyarakat bawa agenda rakyat tinggal dia terkota ganting tengok timbalan tak ada tengok naib tak ada yang ada si sasa go hankau lah buat long go dia kata dengan sasa go dengan bawa bawa da semua ni macam kisah dalam israq mi'rach bergerak kemudian 透露他在党选中的动向 这次的公正党选举将颇有看头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当署在2019年淡出政坛之后 现在重出江湖的拉菲兹 决定进逐署理主席的位子 蔡福丁今天就不点名的批评 在公正党遭遇叛时 却有领袖选择告假 蔡福丁在面子书表明 公正党面对困难要前进时 有些主要的领袖背信弃义 留下来的人当中 有的却选择告假 让巩固党的工作 由党主席安华和其他领袖来承担 虽然赛福丁没有点名 但是他指的极可能就是拉菲兹 阿兹敏在2020年 喜来登政变时率领10名国会议员叛变 导致西蒙政府倒台 在此之前的2018年 拉菲兹在禁逐署理主席失败 之后一年他渐渐淡出政坛 焦点来到国会上议院 茂公布政府部长今天因为缺席上议院答辩 遭到议长莱士雅丁斥责 要求国会职员记下他们的缺席记录 商议员扎西阿里今天询问 茂公布部长 五国就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持有什么立场 以及如何面对因为这场战争 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不过茂公布政府部长今天却缺席 引来来世雅丁的不满 他说部长如果无法出席 可以只是副部长来代答 如果连副部长也无法出席 则应该委任其他人来答复 如果所有人都没办法出席 我们的拥有任何华士雅丁斥贤 我们的拥有任何华士雅丁斥贤 这些人都没必须正确 除了在一件事 非常不坚强 或被批击 对方的拥有任何华士雅丁斥贤 同样是在国会下议院 财政部副部长莫尔莫沙哈 则是强调 扎夫鲁依旧是财长 并希望类似的传言不要再出现 此前首相公布第四度 允许民众提取公积金之后 关于扎夫鲁辞职的传闻 就审消呈上 财政部副部长莫尔莫沙哈 今天强调 扎夫鲁仍然是财长 他希望类似的传言不要再出现 扎夫鲁仍然是财长 扎夫鲁仍然是财长 他希望类似的传言不要再出现 扎夫鲁曾经极力反对 批准公众再次提领公积金 他在今年初更放话 他宁可辞职也不会妥协 伊斯兰党巴西马国会议员 阿莫法德里今天在国会 则是要求政府对付那些 不允许女员工带头金的公司 他今天在国会辩论1995年 雇用法令是说 麻布让他们的功夫元 戴头金就是不应该的做法 阿莫法德里也是一青团团长 好的 非常感谢您收看 Kinney TV快报 我是谭心浩 我们再会